中国体坛四大黄金圣女,两人一分次,有人因为个子高,有人因要求高中国体坛的黄金圣女们,男家的原因各不相同,像女蓝的隋飞飞,女排的赵蕊蕊等,一个重要的阻碍因素,就是她们的身高过高,局限了她们的择偶范围,而且这些女运动员不论是相貌,还是知名度,可以称得上女神,令很多平凡的男士只得望而却步。 赵蕊蕊1981年出生的赵蕊蕊,生于江苏南京,身材高调,相貌清秀,个性温和,身受球迷的喜爱,有玻璃美人之称,赵蕊蕊的确是我们中国女排目前为止最优秀的复工,进攻和篮网都非常好,还有一定调整球的能力,只可惜伤并减少了她更多辉煌的机会,令人更惋惜的是已经38岁的她, 却因为1米97的高人一等,的身高至今仍单身,何文娜,出生于福建龙岩,今年29岁了,拥有漂亮的样貌和不错的身材,观众亲切地衬她为蹦床公主。 说实话,蹦床不是一项很热门的运动,但在08年北京奥运上,何文娜凭借出色的发挥为中国队,拿下中国蹦床史上手眉金牌,才迅速被广大体育迷所熟知。 然而,29岁的她,已经进入了圣女的临界点了,网友也为她着急一把,希望她抓紧时间,降低条件,赶紧把自己嫁了。 不然,父母着急,亲人关心,自己孤登独占难熬。 许诺,1987年出生,江苏南京人,是中国职,野女子篮球运动员,2005年开始代表江苏女篮征战WCBA联赛,2011年首次入选国家女篮,并跟随球队多得了2011年的亚锦赛冠军。 许诺身高1米95,因为其身高的问题,她迟迟难以找到对象,上过《非诚》的许诺在中国女篮队员中,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美女,接近两米的身高能长成那样不容易。 不过遗憾的是,参加节目《非诚勿扰》时,许诺克力基群的海拔,显然下退了不少男嘉宾。 潘晓婷,1982年2月25日升,山东眼周人,中国职业台球花式酒球打法选手,潘晓婷有着酒球天后的美誉,不仅仅是因为她取得了辉煌的个人成绩,屡次获得世界大赛的冠军,是中国女子桌球界的领军人物,还因为她有着超高的颜值,上加的气质,傲人的身材,是中国体育界女神级的人物。 如今37岁了,也应该从桌球的舞台上下来了,网友们建议潘晓婷还是放低要求吧,再拖下去就笨似了,那就更加可惜了。